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 星期一 9月12日發表的一份有關當代勞敵制的報告 報告顯示近年來全球每日被強迫勞動或結婚的人數激增至約5千萬 該機構同時表達了對中國部分地區強迫勞動的擔憂 他提到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8月31日發表的報告 這份報告稱中國發生了嚴重侵犯人權行為 在新疆拘留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可能構成危害人類罪 星期一的報告還表示 新冠病毒大流行武裝衝突和氣候變化等危機 對就業和教育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壞 同時加劇了極端貧困和被迫移民 與2016年進行的上一次統計相比 受困於當代勞敵制的人增加了約930萬 這份最新的數據顯示 2021年在當代勞敵制中被強迫勞動的人數約為2760萬人 其中而同超過了330萬人 強迫婚姻為2200萬人 國際勞工組織還發現 一半以上的強迫勞動發生在中高收入或者高收入國家 移民勞工受到影響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3倍以上 該報告也提到卡塔爾 國際足聯的世界杯足球大賽即將在11月舉行 東道主卡塔爾面臨著與在該國工作的移民有關的 侵犯勞工權力的廣泛指控 兩千多次的使用 三千多次的使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